票房爆棚 但是褒贬不一 电影《长津湖》是优秀还是及格 中国主旋律军事题材电影 要怎么样才能够重新走向成熟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长津湖》这个题材呢 一直是非常令人期望的 但是呢 又不敢期望 为什么说期望呢 因为这么壮烈一个世界 总该有个电影好好地表现一下 美国人就因为《长津湖》这个事 拍了相关的电影 拍了几十部 我们拍了几部 说不敢期望 是因为我们担心 以现在我们的拍摄水平 我们的影视题材的把控能力 还有我们的拍摄队伍 这么一个题材 会不会按照一些老套路 又拍成一个宣传片 拍成目标战那样的口号片 或者是拍成了抗美神剧 脱离《长津湖》的现实 其实也是对志愿军战士们不尊重 不管怎么担心 怎么期望吧 反正这个电影最后还是拍了 而且呢 电影上映到现在 这几天下来 票房爆棚已经过了21亿了 毕竟呢 有吴京 胡军这样的演员在 票房号召力相当有保证 再加上这个话题 在当今中美政治背景下 也特别容易被关注 所以电影有这么一个盛况 情况呢 还是在意料之中 而且看过电影的观众呢 包括一些可能平时不太爱看军事电影的 一些女性观众也表示 说影片节奏好 全程无尿点 至少从视觉艺术观赏角度来看 从讲故事水平来看 影片都是比较成功的 不过和一般观众的看法相比 很多专业观众对《长津湖》这部电影 表达的遗憾可能要稍微多一些 比如说 影片虽然表现了冰刀帘的壮烈 但是战斗场景仍然表现的 比实际情况轻松了太多 在画面上能看到 大量的迫击炮弹打出的待遇 对方阵地上是火光一片 还有密集队形的冲锋 像对方坦克这么冲锋 这么拍 画面上是好看 但是在长津湖这么干 是没法实现的 美军曾经有个回忆 说他们阵地上有一个弹药堆积点 那个堆积点的位置相当暴露 所以美军天天就担心着 说是志愿军的炮弹 如果打进这个弹药堆积点 引起训报 阵地就全完了 但是他们发现 志愿军发起进攻之前 迫击炮弹就是零星的 打在前沿阵地上 然后志愿军是不顾牺牲 普普前进 爬到阵地前沿 往里扔手榴弹 为什么有迫击炮弹 不往对方阵地里边 这个弹药堆积点里边砸呢 美军当时也没想到 后来可能反应过来 有可能是志愿军弹药缺乏 想把这个阵地拿到之后 要缴获这批美军弹药 而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感觉就是 我们弹药其实又不缺了 通过这样对比给人感觉 就是香港导演拍摄这种题材 可能选他们一开始就错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看过的任何一个香港导演 拍的战争电影 最好也就只能是 大规模警匪片的水平 香港的人文环境下 好像不可能让他们懂得 什么是厚重 什么是战争 据说呢 还有一部分战斗是聘请了 韩国导演 那么他们拍战争片 也就必然有太极级飘扬 那个片子的味道 当然描绘不出真正的志愿军 另外对冰雕连的遗体 影片表现是美军路过还敬礼 这甚至是违背了历史 我们呢 理解影片想借对方的口来表述一下对志愿军的尊重 但是这是一个老宣传套路 而实际上 美国人路过这个阵地 发现了冰雕连的遗体 是对美剧遗体开火补枪的 如果你所表现的一个事实都不存在 你这种借对方的嘴来表扬自己的套路 只会弄强成竹 所以当初看到消息 剧组聘请的军事顾问是王树增 就是很著名的那本书 朝鲜战争那个书的作者 我当时觉得心头一冷 就是感觉剧组里的人 对这段历史了解不会太多 因为王树增写这本书里边 都能写出朝鲜战争爆发前 美国给南朝鲜5000辆坦克 这个作者本身就没有一个严肃态度 剧组如果有靠谱的人指点 找顾问可以去国防大学 找李刚林李教授 也不会把王树增拉过来当顾问 不过这个也不能怪剧组 他们毕竟不是军事专业出身 不了解情况也是正常的 但是相关部门应该予以支持和支援了 无论如何跟八百金刚川相比 长津湖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而且没有导演制片往里边夹带私货 抗美援朝这个题材 弄这么好的票房 本身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这段历史 电影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 有问题不怕 大家提出来不算是谴责 只是为了下一次拍得更好 扫清道路 其实希望还是有的 最近两部同样题材的电视剧 一部战火熔炉 一部功勋 无论是艺术水平 还是对战争历史 战术细节的考究程度 都远远超过了长津湖 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说明有很多年轻的创作人员 他们的内涵 他们的艺术素养 已经不是陈凯歌 还有林超贤 这个档次导演能比的 如果这些懂历史 懂军事 懂艺术 有责任感 有使命感的创作者 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关注 那么我们以后 这类题材电影 给观众的将不仅仅是 视觉冲击影视特效 还会有更多的对历史的思考 这样的主学历作品 才是真正的走向成熟 好 对于电影《长津湖》 这部作品呢 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评价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说